赛道上开车 刚才你看我在这房顶上 你在赛道上开车 我在房顶上看你 房顶上居高临下看着赛道很帅 赛道上开车跟马路上开车 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体验这种赛道感觉 第一次感觉脚可以使劲往下踩 那种不用刹车感觉 然后感觉非常刺激 但也挺紧张 因为开的比平时可能更快一点 手心也出汗 是吧 所以赛道就给你这种感受 咱们上一次见面是在音机会 对吧 音机会 打两下球 记忆深刻 还有在崇文门有一次 17年的时候也见过一次 所以你看日子多快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奥迪音机会这样一个组织 我们才有机会去见面 要不然我永远隔着屏幕去看你们打球 我们做节目前 有人跟我说 说有一句话一定要问马龙 说他有一个称号 是他有的粉丝称他为奶龙 当时我说什么意思 哪两个字 是这么个字 说你皮肤保养的很好 一般运动员很少有你这么好皮肤的 你这跟做了美容似的 没有 有什么秘诀 运动员 他主要还是运动 多流汗多运动 我觉得还是促进身体这种代谢 我觉得非常重要 同时可能也需要保持一个良好心态 我觉得能够积极一点 我觉得对于这种美容方面 可能是最好的美容这种方式 我觉得您也还可以 您平时有什么健身吗 我现在刚刚 我本来去到我们家门口 有个特别好的健身俱乐部 我要去买卡 我去了以后 他们领导一见我 就说既然你来了 我不能让你买 我送你一个 其实我特别愿意买 为什么 买来的特别愿意用 如果送的 有时候就犯懒 然后人送我的 你想 我们这有几年没见 这些日子里 你又拿了多少个世界冠军 我真不清楚了 自己也并没有去数 但更重要一点是 现在自己比过去的自己更强更棒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 确实值得肯定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球 乒乓球是我们这一代人 几乎都会打 我认为我们小时候 比现在更为普及 你要是想打乒乓球 你可能要经过训练干什么 都要投入 我们那时候在部队院里 到处都是水泥器的台子 随时下楼就可以打 但是也没有人管 就是属于这种 按照你们肯定是看不上我们了 就打野球 但是它那个乐趣是一样的 然后由于我们是属于打野球的 就那状态极不稳定 就极不稳定 打球的时候可能是 今天特别顺 怎么打都有 然后就赢了 赢了以后就高兴 这种高兴我想 不打球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种高兴 就是人在竞争当中的那种兴奋 赢了以后回来吹牛 你们可能 我不知道 你们可能不吹牛 我们出来都会吹牛的 说打成什么样 怎么样特高兴 确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战胜对手那种 或者一个战胜自己 一个战胜对手那种乐趣 或者是那种成就感 是有的时候平时是很难体会的 现在我们有时候打球也会这种感觉 可能天天训练你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只有从比赛当中 战胜对手那一刻 才能够体会到这种 之前你在训练再苦再累 那一刻你觉得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可也好 也是一种回报也好 就是那种战胜自己 战胜对手那种乐趣 是竞技体育才会有的那种感觉 着急了 这样马龙拿到赛点了 也是冠军点 拥有三个冠军点 马龙迎来了创造新记录的大好机遇 强攻 有了 再来 有了 祝贺马龙 11比8 赢下了第五军 4比1战胜樊成东 那么面对樊成东 四连败之后 终于触底反弹 止住颓势 赢得了关键之战 这是马龙自从2008年09年11年15年和16年之后 第六次 得得国际平年总决赛的冠军 并且他29个公开赛冠军是追平了张亦宁的记录 你不是刚拿的这2020国际平年的联赛的总冠军 总决赛 总决赛的总冠军 这太不容易了 你得冠的那一瞬间怎么表现呢 这次夺冠的时候就是把球拍放在短裤里 就有点像古代那种剑客一样 出完剑以后能够再别回来 因为我觉得自己挺喜欢这种历史武侠这些东西 我觉得剑客他有的时候很帅很潇洒 他可能不像人家拿刀拿那种长枪这种感觉 就是很笨重或者是很实力那种感觉 我觉得剑客比较飘映那种感觉自己喜欢这种风格 男儿和不带无钩收取观山五十周 这就是诗歌中表现的这种剑客的精神 体育是一种和平的竞争 战争是一种非和平的竞争 我们当然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去经历战争 但是可以经历这种比赛 比赛非常激烈 不管是什么对抗性的比赛 对抗性的比赛 你这种是直接对抗 就是一对一的 没有人帮忙 他跟这种团体的还有些不一样 你比如尽管冰棒球有团体赛 所谓团体赛 你上去的时候也是一对一 对不对 他不像篮球 排球 足球这种 你毕竟是一个团队 它是有配合的 你一个人再度的展现你自己 你毕竟还是有人 冰棒球不行 冰棒球是孤立无援的 对吧 尤其在比分咬得很紫的时候 尤其是在对手非常强大的时候 那你的这种内心的调整 确实是一个 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想象 怎么去克服这种困难 这种可能就是从小磨练 可能从小的时候 小的比赛 慢慢慢慢不断不断 到慢慢大的比赛 这个当中确实经历了很多 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时候 在于比赛当中 因为您说的就是一个人在场上 这种自己跟自己内心的这种煎熬 这个球我的选择是凶一点 还是稳一点 无论你哪个选择 你最后都要承担这个结果 所以我一直当时在想 这个个人运动难 还是集体运动难 你个人这种运动 这种成就 就是你输赢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好 有可能你就成为一个超级的冠军 如果你打的不好 你就不是冠军 但团队呢 你有的时候状态不好 别人可以帮你 你也可以成为冠军 但你自己特别强 你有时候队友可能发挥不好 你再强你也成不了冠军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 这两个哪个项目 拿到这种冠军更有价值 都有价值 对于体育运动来说 就是不管是团队的 还是个人的都有价值 我觉得你的性格上讲 你不是有一个 绰号叫乖乖龙吗 我看着你还是比较温和的人 对我相对表面上比较温和 但骨子里可能有一些叛逆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叫叛逆 就年轻的时候可能 你光做或者不说 你可能就叫叛逆 人家让你往那边走 你不可能说你往这边走 这属于叛逆 但现在更多的跟教练 这种沟通多了 他能知道你的 往这边走的想法初衷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就属于 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 还是有自个儿的性格 对吧 因为你的喜欢体育 跟我们喜欢不一样 我们喜欢 严格说没有什么直接目的 就是喜欢小说喜欢玩 你现在是要有直接目的是比赛 那比赛对你来说是很残酷的 对专业运动员都是非常残酷的 就是你非赢即输 这个很简单 你上场了以后 今天就是我赢我输的问题 对你不可能乒乓球打一瓶 咱回去咱俩都双料冠军 没这个事 所以在性格上讲 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的那种倔强不服输 这是一个骑马的精神 因为比赛你没有这个精神 所以以后今儿不行 什么我放弃了 那不可能 尤其世界级的大赛 对吧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每个运动员 从骨子里我觉得都是好强的 如果你不好强 你最后你肯定走不到最高水平 或者是一定水平之下 你可能就放弃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因为你不希望看到别人赢 不希望被别人比下去 所以运动员骨子里 我觉得都 就算你不好强 也会给你磨练的给你好强了 所以你最后才有可能登顶 无论是跟对手比 还是跟自己比 包括跟过去的自己比 你都要比 不停的比 从小比 到大还要比 你这种比赛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在比赛幕后 那你的训练是吧 是否艰苦是否自律 因为每个运动员尤其从小 你几岁开始 五岁 对啊 你想你从小开始 五岁不可能有自律概念 那肯定是你爹妈压着你 教练训着你 对吧 当你有自律这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对一个运动员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运动员不自律 你肯定是毁于一旦的 有很多我知道 有很多很优秀的运动员的 这种有潜质的人 最终都输在自己不自律上 对 你比如说到十几岁很容易出问题 可能看上去有的时候 你是这种自律是在训练场上 哎我偷会懒这种自律 可能因为你这一个自律就是 会导致你在比赛当中 你可能一个不注意 易不留神这种疏忽 或者是你比赛前后这些 有很多事情会影响到你这种 比赛的发挥的时候 就是因为平时的就是不注意 有可能就在这种大赛当中 犯一个错误被对手抓到 有可能就会输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有可能就 这一次比赛 这一次比赛有可能就否定你 如果世界表赛两年 如果一次奥运会就是四年 四年你的行口就白飞了 所以你就这种自律 包括严格对于自己的这种要求 就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对有时候我觉得 一个运动自律的训练 那种训练乒乓球是一种反应 这个极为快速的运动 我有时候看转播的时候 我就不爱听人家解说 为什么那解说都是事后解说 谁不会解说说 这个球再拉高一点就好了 废话你看那球下网了 你可不是说要拉高一点吗 但是你是专业运动员了 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想我要拉多高 我当然最好的就是我拉高 插着往过去那是最好的 那问题是 他有时候你这个反应没这么快 你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 就是在高强度的对抗中 下意识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个下意识是靠你自律和训练来的 对 这种平时大部分您就是外人看 可能感觉这球太快了 其实我们感觉这些都是下意识的习惯 平时训练的这种速度就是这样的 但您说的这种突然有一个变化 我觉得就像很多人说的这种灵感 突然这个灵感出现 我感觉它要侧身了 去打到对面一个空档的时候 这种就是突然那种感觉出来 但这种感觉不会常常有 常常有这种球就不是灵感 所以就这种灵感就是一个优秀运员 它经常出现灵感 状态好的时候有时候这种灵感就会出现 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一个灵感都没有 你找都找不着它 那它这个也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句话 叫后积勃发 你很多的积累在那一瞬间才能爆发出来 我觉得凡事都是一个道理 我们人生中很多都是这样 你是一个把你的运动彻底通过现代科技 展现给世人的一个运动 就大家看得起 大家看得清楚你的付出和成绩 但我们大部分人生活中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生活中是在背后 你的成绩也是背后的 它不需要展示 比如你在一个单位工作 你每天日复一日的做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没有展示性 那么怎么获得成功呢 我觉得自律呢 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 就是自律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看你保持的身材太好了 我现在很羡慕你 我减肥 太容易长胖了 我吃一顿长一顿 那我怎么办 我必须有一个秤搁在卫生间 为什么搁在卫生间呢 没有借口 因为你每天洗完澡以后 你站在秤上 你只要穿一件衣服 你说我这衣服重啊干什么 你会找借口 那么它你额定的一个数 你竖直 比如我自己定的 我现在是80公斤 我超过80公斤 我从最简单的方法捡下来 就是我不吃了 对吧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说我今儿走多少路 我做这个锻炼器 都来不及 那么这就是一个自律 我要想成一个胖子 就很容易 我基本上一天长一斤 我一个月可以长30斤 那就马上就完了 所以就自律 我觉得运动员当然 就是你将来在这个专业上 你肯定要培养很多人 对不对 那这个自律 对我们生活 对每一个人一生中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 重要 我觉得每个成功人 都会非常自律 就算你看上去 它不算自律 但它骨子里 还是有一个底线 那肯定的 就是这个 在它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 对 还是不能出的 我觉得自律确实是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算跟自己内心的一个较量 是 我同意 就是跟自己比 我今天不吃了也好 或者今天我再多练一会儿 其实骨子里每个人 我觉得都有另外一个人 或者好几个人 跟他比 有时候今天我打100个球 骨子里就会突然出现 打105个行不行 有时候就会跟内心里这种较量 你有时候战胜自己 内心那个人 我觉得这种成就感 和那种自豪感 有时候就会体现出来 当然也不可能每天都战胜 但是战胜那一刻 我觉得就是战胜了自己 很多时候人的惰性 真的非常强 太强了 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一样 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回想 我老是跟年轻人聊 就是跟你刚才聊自律这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自律不自律呢 其实我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想想我也很叛逆 因为我什么事都干过 我们年轻有点身不由己 比如我在工厂干过几年 我在工厂干过五年 那么工厂呢 它就是工人干活 我们那时候那工人呢 不大是干流水线 每天的活不一样 所以呢 他没有额度 就是你动作快点就干完了 干完以后怎么办呢 我就让机器在那空转 我就跑到图书馆去看书去了 那时候我们单位呢 有图书馆特别好 什么书都有 可以看书 就觉得有无尽的乐趣 那生活中他除了你的正常为社会做贡献 你比你的专业 就是乒乓球 体育对社会有 除了展示以外 还是提倡一种体育精神 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你为自己 为自己 你比如我的这种叛逆 当时我不是觉得我的工作不好 而是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嘛 就去多读点书 最后很快就改变自己命运 写东西嘛 就知道自己哪可以去做什么事 我老说一句话 就说你知道自己成不重要 你知道自己哪不成最重要 不成就躲开 你肯定接触过 有的家长 咱们别说孩子 有的家长说 你帮我这孩子练成世界冠军吧 然后你一看 你就从心里知道这孩子肯定没戏 对吧 这就叫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 一定要躲开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各个时代年龄的时候 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 我觉得这个判断确实也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训练当中 以及比赛当中 能够看到对方的这种身上优点 以及自己身上的这种不好的地方 说得好 就是看到自己不好最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种 你有的时候承认对手好 也并不是贬低自己 而是让自己希望学习到身上 对方学身上的东西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一点 承认自己差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丢人的力量 你打球的时候发现有什么 比如国外的运动员 或者我们自己的运动员 突然就是有一些表现 或者说比赛当中 给你很深刻的印象 有这种事吗 经常有 包括现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属于上一代运动员 现在年轻一点的这种运动员 他们身上这种冲击力 以及我觉得乒乓球这种 其实也在没几年有一个技战术这种更新 现在的打法就是更加越来越凶狠 就是不给你机会 全台都可以发力就可以限制住你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年轻一代这种身上这种冲击力 以及这种年轻人对于胜利的渴望 他可能技战术没有达到最高水平 但他这种在场上这种精气神来说 就这种对胜利的渴望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恐惧 他什么时候落后多少领先多少 他都会全力以赴去拼每一个球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身上 就是到一定份上的时候你需要能够继续再保持住的一个东西 他实际上这种精神其实也是奥迪车一直提唱 我们就是奥迪这标志都在这 奥迪车一直提唱的一种进曲动感尊贵 是他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比起来 真的是有很多意识上的提高 我们那代人是 我跟你有时候说差一代人都少说了 差不了两代也得差一代半 跟你差的年龄比较大 我们那代人他没有这么强烈的在社会上的竞争意识 因为他社会本身是比较平的 大家不强调竞争 我们经过一点点努力 我觉得就会获得一点点的成功 今天不是 今天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面临这么大的社会的压力和竞争 尤其你这种竞技体育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这种坚持非常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你就是当你坚持到一定程度 你也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坚持 当你这种在平静期或者困难期太长时间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一个变化改革或者是有创新的东西 你才能够继续跟上这个时代发展 不行的话你可能光坚持守着自己这种东西 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下去 对 你是不是容易五岁就开始打球 一直打到大满贯 你是从人生从打球这个角度 你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了 那你这一路上就这种走过来的坎坷风雨 平静 每个人都有平静 我都不用问 我就知道你有平静 就有一阵子就是自个儿对自个儿都觉得是不是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那你跟同龄人比起来 你觉得你经历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跟同龄人比我觉得算是经历丰富的 因为从小就像您说的 天天面对输赢 我觉得这个反差还是很大 就像您说你赢了今天特别高兴 一输了今天一天犯车边去 可能输的重大比赛 你可能好几天你都睡不着觉 一闭眼睛一睡觉 脑子里就是乒乓球 就是怎么输的 就下意识就会想到这样 所以一个比较 我觉得自己这种经历比较丰富 就是当自己13岁来到北京以后 你13岁来到北京 对 来到北京以后 就是你一个人去离开家乡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一个人需要经历 在场上你需要自己选择 用什么计算术 平时你需要自己选择去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训练 需要自己的想法 再一个就是你每天你所面临的这种别的生活 你也需要跟教练沟通 这些方面 其实我们都不会 慢慢慢慢 我们从小都是跟在体育队里长大的 我们都需要面对这样 怎么跟人沟通 这方面 其实这种选择 以及这种交流 都是其实对于一个人在外面来说 其实是挺难的 你13岁来北京是国家队吗 没有北京队 北京队 然后15岁进了国家队 那你是从这个辽宁队一步一步的进来 是这样 你第一个世界冠军什么时候拿的 18岁 18岁 但当时属于团体赛 就像板凳球员属于这种 对 但这个可能也是第一 就是队里对于我的信任 因为可能中国队它 它一个优势比外国强 它是有一个梯队 它是前面有主力 也可能为接下来两三年 或者三五年 哪怕十年 做这样的准备 所以当时就是抱我 这是最小的一个 抱了我 然后希望能够再接下来 比如说五年十年以后 能够再就是成为主力这样 那国家队还是有眼光了 他能抱你 他就是看出你的潜力了 但其实 当时06年抱抱以后 他也肯定是希望一个08到 包括一二年奥运会的时候 能够用得上 但其实那几年自己的表现 就是跟 我觉得跟队里这种想象里 还是有所差异 就像您说 可能遇到这种低谷 低谷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挺过来 这个时候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 你要说在当你就是 心情不好的时候 特别沮丧的时候 让你特积极 我今天特有劲 我今天特想练 我觉得很难 你首先能保持我不消极 就不消极 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成功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个自己跟自己讲故事 你要加油 你还有这样那样 就是在练这种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身边的朋友 教练 其实也非常重要 他们 因为其实乒乓球 这些教练都是世界冠军级的 他们小的时候 可能都跟我们一样 经历过很多这种 起起伏伏 这种成功失败 所以这些 他会跟我们讲很多 所以这也是我们成长上 这个一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